大家好 我是这里闪电 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氏三姐妹 宋庆龄 度过最黑的绝望 1963年4月 宋庆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再邀请下 搬到北京后海北河岩46号 这里原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 纯亲王载丰的府邸花园 经过翻修整契 园中原有的前厅豪梁乐趣改为大客厅 后厅唱京斋改为大餐厅 在这两个大厅的西边 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 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 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 楼下是小客厅 小餐厅 理疗室 工作人员办公室 主楼南面是花园 园内湖水环绕 石林屏障 绿草如荫 松柏苍翠 花木浮书 眼映生辉 与主楼相对 有一组古老的建筑 那是淳王府花园的南楼 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厅宇屋 东边假山的扇亭 亭台楼阁 参差错落 屈郎通幽 像一条玉带把南北的建筑连成一体 整个庭院古朴典雅 环境清幽 这个幽静安室的庭院 不仅是宋庆龄的清修之地 也有许多国内外的宾客常来拜访 他们在这里闲庭漫步 和宋庆龄聊天说笑 谈谈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但是不到三年 一场政治风波 就使全国陷入了混乱 连后海北和言46号 也难以全身而退 最大的原因 恐怕还是宋庆龄那些 迫害过共产党的家人们 早在1948年12月28日 新华社就公布了 中国共产党开列的 43名头等战犯名单 并将他们称为 最大恶极 国人节约可杀 这其中有多位宋庆龄的亲友 蒋介石 孔祥熙 孙科 宋子文 名列第十位 和宋美龄名列第23位 家族血亲 名列战犯名单且排名居前 这也是宋庆龄无可奈何的事情 政见的分歧早就使宋庆龄 感觉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 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馆 外交官谢伟斯说 我的家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 但此刻 红卫兵们却在最细节的地方 跟宋庆龄斤斤计较 红卫兵们给宋庆龄发来了警告信 要求他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不许养鸽子 不许留长发 不许穿旗袍 宋庆龄觉得十分可笑 晚发剂和穿旗袍 都是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怎么就变成资产阶级的东西了 但是迫于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他也只能有保留的让步 墙上的人体油画被摘下 换上了张闪着金光的大头 豪梁乐趣 观花室等匾额也替换成了 无处不在的语录 一天 宋庆龄突然接到一个消息 上海万国公墓被捣毁了 这就如晴天霹雳一样 突然把小庆的心给狠狠揪了起来 他的父母正安息在那里 经过多方打听 小庆最终确定自己父母的坟墓 被当地的农民掘开了 骨头都被扔了出来 小庆一下子气得双手颤抖 泪如泉涌 他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周总理 周恩来立刻给上海革命委员会 做出指示 当地民政局终于修缮了宋氏墓地 但是新修的墓地草草而成 又小又逼则 原先的兄弟姐妹的署名都被毁去 只剩下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 还刻在墓碑上 新墓建成后 上海方面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张照片 宋庆龄从自己的相册里 翻出了1931年和弟弟宋子文扫墓时的合照 两相对照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最后只能稀碗地说一句 祖宗总算有地方安葬 这时传言再起 一批红卫兵打算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墓的 孙中山铜像的消息 让宋庆龄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宋庆龄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女人 从她手刮起 便只穿素色的衣裙 用香黑边的杏纸 每逢孙中山的名寿和忌日 宋庆龄总是把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 背着阳光坐着沉思默哀 孙中山共进大同的手机墨宝 一直嵌在她床头柜玻璃下 孙中山的像 一直高悬在她寓所的客厅里 她还总是随身携带一只 镶嵌着孙中山像的圆形银质矿 就连出国访问都不离身 每到一地 她都会把镜矿 用布擦拭得干干净净 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床头柜上 保证睡前或起床时 都能第一眼看到 听说竟然有人要毁掉 紫金山林寝的孙中山同像 宋庆龄立刻坐立不安 还是周恩来再次出面 规劝红卫兵 才阻止了宋庆龄 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 为了保护宋庆龄 周恩来立刻拟定了一份 英语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 第一名就是宋庆龄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 以及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成的 隆重纪念仪式上 大段大段地引证毛泽东高度 评价孙中山的语录 使他也获得当时最有效的武器 最高指示的保护 虽然某些造反派 想在北和言46号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 但从来也没有得逞 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想出一条妙计 在北和言46号围墙上 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十个斗大的字 就更没有人敢在围墙上贴大字报了 但是宋庆龄没有独善其身 为了能在文革中保护更多的同志 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过去的叛逆少女 如今已经成长为了一个绝强老态 宋庆龄爱过恨过却唯独没有怕过 对于他尊重的同志 他给予无比的信任和莫大的爱护 并不随着时代的变换和动摇畏惧 1966年年底 刘少奇、王光梅已身处逆境 宋庆龄丝毫没有因为刘少奇 被扣上中国的贺鲁晓夫的下人帽子 而疏远着身处逆境的一家人 1967年新年前夕 和往年一样 宋庆龄要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 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 并亲笔签上送妈妈 这在当时给了受到 非来横货的一家人巨大的支持和慰藉 1967年 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已被扣上党内头号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惨遭批斗和隔离看管 夫人王光梅 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投进监牢 他们的子女 有的被投进了监狱 有的被勒令回校接受审查 为了联系到失散的兄弟姐妹 孩子们马上想起的 就是给宋妈妈写信 让她帮忙 宋庆龄顶着压力 把自己的亲笔书信和求援信 转交给了毛泽东 又写信派秘书带上慰问品和杂志 去看望孩子们 1968年10月召开的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刘少奇以叛徒 内奸 公贼的莫须有的罪名 被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所有亲戚朋友 都与他们家人断绝了往来 生怕株连九足 但是宋庆龄却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 寄杂志送糖果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表示一点点同情和支援的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